你看到了我們這個台積電的熊本場 哇 這個新聞鋪天蓋地 最緊張的是誰 是南韓 南韓媒體他們最近也不斷的 都在深度報導 然後一堆專家出來講半導體如何如何 他們在擔心什麼 他們在擔心三星 我們來看三星是先進製程輸給台積電 這車尾燈看不到 但現在他們緊張什麼 因為連英特爾都來 英特爾還放話說我六年 我就一隻手讓你 我六年就好 我就贏三星了 三星本來當老二都當得很憋屈 他現在要掉到第三嗎 現在南韓的媒體緊張到不行 然後他們就自己 他們說那我們來一個解方 一堆媒體說解方就是 三星你趕快 趕快去做AI 你去做AI的高價晶片 因為現在是缺席的 我趕快把他搶回來 你說的那麼簡單做得到嗎 不知道 所以三星現在是問題很大 而且三星不僅僅是這個 大家都在這個感覺寄望他南韓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在於 他現在要面臨到大罷工 因為怎樣喬都喬不攏 他的員工說我要加薪八個百分點 三星說我就沒賺錢 我算一算 我只能給你加百分之二 結果談不攏 所以真的要發工了嗎 怎麼這麼恐怖 鄭偉姐怎麼看 沒錯 其實我說實在 最近很多的事情 讓三星真的非常緊張 特別是整個韓國 而不完全只是三星 特別是我們的這個台積電的熊奔廠 你知道嗎 熊奔廠一開一落成之後 這震壞了整個東亞的整個 他的這半導體的情勢 最緊張的就是三星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志宇已經提到 韓國時報他率先站出來 他說三星你再不搞清楚 再不趕快把這個螺絲拴緊的話 還有可能他會被邊緣化 那最重要的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你要趕快去收購一些 AI的晶片方面的公司 否則我跟你講 老二一下子就變成老三了 為什麼現在台積電 他跟日本的這個同盟 你知道這一次 居然他這個一宣布之後 哇立刻產生了兩個效應 在韓國全面緊繃 第一個是他的海力士 專門做那個SK海力士 立刻趕快砸了15億左右 一下子買了他大概8部的EUV 那另外一個更重要是尹錫悦 南韓的總統這個尹錫悦 他居然揪那個三星 一下子也揪SK幹嘛 他要打造這個 以將近5000億左右美元 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打算要在南韓 他那個就是首爾 他的南部的經濟道 他要打造什麼 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超級聚落 他說到時候2023年 大家等等看 三星不會被變化 但是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來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為止 你光是雜重金 是不是通通都能夠解除 被邊緣化 被包圍的情況 Intel前幾天 已經對大家講了 說他也是放話 他說2030年 他真的就要把三星給踩下去 他變成No.2 那為什麼 他就是要端出 他的所謂的1.8奈米 因為那個至於你知道 近期他因為要跟這個微軟結合 因為現在這個雷蒙多 其實也挺緊張 地緣政治剛剛已經有講 其實不只是韓國政府很緊張 美國政府也希望能夠抓回主導圈 所以現在Intel 給你那麼多補助 站出來說話 所以在這裡面 三星很擔心 他如果真的淪為老三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跟你講 真的有這個可能 你光看他的先進製成 最近的良率 至於我們講真的 前一段時間 南韓自己本身的緊張 他就從很多的說謊 跟分架鬼開始 前一段時間 現在在這個台積電 三奈米還沒落成之前 我叫他提前半年說 我的三奈米 可以立即要準備量產 結果那是實驗室 最後他的良率多少 觀眾朋友 是零 我跟你講 砸了重金 叫他們那三星裡面的手機 要去買他的那個晶片 結果他的是零 那現在他會講 沒關係 接下來他發展二奈米 所以我跟你講 先進製成的落後 已經不足以掩蓋事實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剛剛志玉提到的 整體的大罷工 這次的情況 是有史以來最嚴重 他要8.1% 三星告訴他 沒錢 只能調薪調2% 我跟你講 這個部分 就會造成他的罷工 而且他最後罷工的效應 會怎麼樣 我們是不知道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三星最近 還有一點點說 你知道其實 當SK海力士 他砸了重金 15億美元 去多買了艾斯摩爾之後 其實真正減持的 居然是三星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獲利大幅衰退 他面臨罷工的問題 其實他是不是 其實金額不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他還宣布 你可以看到 很重要的 平責P5的場 居然要打算要暫緩了 可見代表什麼 三星可能 這個看不錢 他資金已經 呈現很嚴重的狀態 所以你到底要 怎麼去解決 這個主要的問題 現在我跟你講 需要三星的晶片 不只是三星自己本身 你可以看到 他現代汽車 被眾國的包圍 你看隔壁的日本 直接從台積電的雄奔廠 大量大量的晶片 拿到他的Toyota 拿到他的本田去 他的現代汽車 該怎麼辦 所以目前為止 現代汽車 他現在也很擔心 所以他要求 韓國政府 請你拿出你的Guts出來 在這裡面 趕快弄你的車用半導體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這一次 影席月他講的是真的 622兆的韓元 也就是將近 5千億 也就是4721美元來打造 你知道嗎 目前為止 這是他們自己講的 他到時候可以營造出 大概將近300多個 工作就業的機會 他到時候 在南韓首爾南部 包括他的華城 龍人 還有像是平澤 跟包括立川 整個結合起來 在這裡面 目前為止 三星是真的要掏出錢 他不能隨便講 他目前為止是 報道上面數字 他打算砸下500兆韓元 來打造這個部分 在首爾以南 首爾以南 他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龍人地方 興建六座晶圓廠 SK海利斯也沒有乾做 他到時候 他也會出資 現在AI晶片 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高頻寬記憶體 這不就是你南韓 應該最厲害的嗎 你的非記憶體的邏輯 晶片是你的弱項 可是現在不行 所以他們砸下的重心 隱石月登高一呼 希望2030年 同樣是英特爾要擠下他的那一年 到底是南韓的三星活著 還是英特爾變成老二 這值得拭目以待 對 所以我們看到三星 現在面臨到很大的一些困境 怎麼樣突圍而出 這是南韓 這是他們的護國神山 所以南韓現在也是 請全國之力在幫忙他 在期許他 我們就來看看 接下來會如何演變 我們會和大家一起來 我們會有的 你看 大家 感谢观看